我的爸爸是導演 吳念珍與兒子的父子情 吳念珍 台灣知名導演 身兼作家 編劇 演員 主持人 等多重身份 兒子吳定謙 三十歲 最近出了一本旅遊新書 梁修生 台灣知名演員 作家 導演 年輕時飾演台灣民族英雄 高智航而成名 兒子梁赫群 梁正群 在演藝圈有很好的發展 現在就讓我們來聊聊 父子間的相處趣事吧 女生家都喜歡睡午覺 醒來又是無天無地 但有一天會醒來講說 台灣現在哪裡有太陽 就是你知道心情一樣 我會在想 台灣到底哪有哪一招 我就跟她講說 墾丁一定應該還有吧 她說 那我們要不要去墾丁看太陽 我說好 走 好 走 每天晚上就學會說 好 那我幫你講故事好了 就講十二生肖 十五年糊塗 自己編啦 你的床編故事怎麼這麼被撞 你知道懂嗎 我怎麼非常痛 你知道嗎 到東安的時候 從東安開到美國 東安到西安 她傳聞給人家說 我明天早上去編 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蛤 蛤 蛤 那她就... 就這樣 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就這樣就這樣就這樣 好 歡迎再去展覽 收看我們的節目拋心話 今天我們請到這三位呢 我覺得這個在分量上來說 有兩位呢 一位是民族英雄 沒錯 另外一位是 可以說是郭敏導演 那兩位的分量呢 其實在這個 台灣人的心中呢 我覺得他們的作品 是影響我們非常非常的深遠 但是 這兩位今天居然要當配角 今天有一位主角來到現場 我的天啊 寫了一本書 等一下 而且他重點是分享 他在這個過程 這個人生的體驗 對 然後是兩位 這麼大牌來替他站牌 你敢嗎 無敵籤 哇 帥哥 來… 書的新書 對 就是 這本新書叫66號公路 66號公路 你剛剛講過 我想等一下走出攝影棚 那就是 這兩位你好好介紹一下 他們幫你站台耶 好的 接下來介紹一下是 知名的廣告代言人 吳念琛 吳先生 歡迎來到邀請唱節目 然後另外 右左邊這一位是知名的民族英雄 梁修生 梁導演 也是知名導演 知名導演 對 真的啊 不是這個太重量級了 太重量級了 我冷汗直流 因為爸爸為這個兒子站台 這是當然一定要的喔 但是梁導跟吳定謙 也是從小看著他就是 漏雞雞跑來跑去這樣 看著他長大的嗎 從小我倒沒機會看到他長大 到時候他長大以後 我到我們合作了 戀戀阿里山 然後 非常的 從開始第一天到最後結束 就逐漸逐漸就 非常喜歡這個孩子 因為他有很多的 真的是很多的長處 然後他後來跟我那個 跟鄭群 成為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那今天 他出了這一本書啊 真的為他高興 我不敢說驕傲啦 驕傲是 爸爸的驕傲 我們舞蹈是對他驕傲 對 恭喜我們邀請來賓 你上節目啦 會一直攻擊這本書 舞蹈沒有覺得很驕傲 對啊 沒有啦 因為 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是25歲的出第一本書的 我看到報告 有一個很有才華爸爸真的 來 陶石 我跟你報告一下 舞蹈呢 30歲的時候兩座金馬獎 已經出兩本書了 很厲害 平平是30歲 對 沒有啦… 其實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他自己在書裡面的開頭 我覺得滿好啦 就是說30歲他送給自己一份禮物 是 或者說30歲的人 問你說你有什麼作品 他說啊我有一本書這樣 那其實我30歲的時候 最偉大的作品 是他啦 就是我30歲的時候 他生出來嘛 對 因為我們兩個剛好差30歲 所以對我來講 這個暗示有點太明顯 也沒有啦 所有的意思是說 人生在某個階段裡面 有做一件事情是自己覺得 有意思的 或值得記憶的 我覺得都不錯啦 很小的時候我就跟他講過說 我那時候想像啦 就他有一天 長大到差不多高中的時候 我應該四五十歲嘛 我在想像有一天我可以帶他 然後也是開車 從東安開到美國 東安到西安 然後在這麼漫長的旅途中 也許我們可以講一些男人的話 Mess talk 就是在那個過程 在他書裡面有寫 他說他要跟你報告要去的時候 他說你就這樣靠著車 就正在開車嘛 就講了一句說 就意思是說贊成他 他說我也很想去 但是我不能對不對 那時候你其實蠻想 我那時候很想 不是 那時候 我那時候他很小的時候 我想像過 有一天 是這樣的一對父子 然後兩個人離開台灣 到一個異國 然後開車經過 美國六十六號公路 因為那邊很多不同的風景 沙漠 山葉 荒春 那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很適合的 關鍵就是 就存在於想像當中 對 我們大概把他的這個旅程介紹一下 你是先從洛杉磯 我那時候先從西漢洛杉磯這邊出發 這個就是六十六號公路 然後他沒有 他並沒有到美國東岸 他最後是到那個 芝加哥 這樣子 這照片是你嗎 對 非常的黑 那時候變很黑耶 而且很肥 你可以直說 我一直都好 他開多少 開了是敞篷車 對 開場 要不把他拉起來 他不把他拉起來 然後又脫皮啊對不對 要覺得自己很Man 耍帥 這樣子開幾公里 這樣子公里的話 它是多少 兩千多英里 差不多是三千四百公里左右 開幾天 開大概兩三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 而且這個兩三個禮拜 就是他跟他的一個好朋友 而且就會變成說 我覺得人很奇怪 我看他書裡面的文字就是說 明明是遠在天邊的一段旅程 他卻從這個旅程當中去開始 我覺得人 因為你知道像剛剛那個舞蹈講的 就是他經過都是荒涼的景色 甚至要滅陣的地方 所以呢 他要大把時間去沉澱思考 所以他遠在美國 但是他開始去想 比如包括在美國的一些親人 跟他小時候相處的關係 開始去想爸爸講過的話 媽媽講過的話 這一段旅程 吳定謙我覺得蠻特別的 反而不是 當然你也看到了美國的某些風光 對不對 反而這一段旅程 對三十歲的你來說是 對於家人 各個關係真的 對 我也覺得蠻有趣 可能也是到了一個年紀吧 到了這個年紀 好像 我就會開始想 自己是有什麼東西組成的 那最不可避免 當然就是親人啊 這些 所以我其實在出發前 來做一件事情是我訪問他們 我就請就是爸媽坐在那個 家裡客廳這樣子 然後說你們對美國印象是什麼 因為我會覺得說自己 所以有用機器嗎 開始做好他們 真的喔 測試一下攝影機怎麼樣 怎麼一直調不亮 還是要怎麼用 怎麼一直調不亮 那很煩耶 我們當作實驗 被當作實驗品 所以你把我講 他講很有道理 就是說他 我記得他回來的時候 跟我講過說 他去美國 然後後來跟他那個表哥 表嫂 表田 然後表嫂是一個比較文學的博士 就聽他訪問之後 就跟他說定謙 就是 我覺得那個是非常好的一個對話 就是說在那樣年紀 在這個過程裡面 去走這一趟 老實講 當我在看那本書的時候 才知道 天啊 我們小時候跟他做過的事 做過的事講過的話 我們自己都忘記了 原來他記得 所以我勸大家 不要跟小孩子講一些很隨便的話 因為他們記得很清楚 我發現 爸爸對兒子 跟比如說媽媽對小孩 那個東西是不太一樣的是說 比如說 我當然我還沒看過這個 梁島跟這個政群的這個互動 但是我在看吳念珍導演 他其實跟工作人員 跟我們跟朋友相處 他是用那種非常台灣式的那種愛 就是嘴上好像在刀念你 心裡一直在關心你 然後呢 好像沒有啦 我都沒有在管他啦 然後結果一看書 你知道 其實我看你兒子的文字 我嚇到了 我說這個孩子怎麼觀察力 這麼敏銳 而且他細膩到 我以為是他每天當下晚上寫下來 因為有太多非常非常那種 巨細民遺的描述 比如說你看喔 種下傍晚 斜陽江路兩旁無盡的沙土 造成一片純粹的琥珀色 只有矮灌木長長的影子 靈心點綴在上頭 周遭除了微微的風聲 只有一種回蕩在廣大平原的嗡嗡共鳴 除此之外 喉嚨內口水的吞咽聲 我都能聽得一清二楚 我告訴你 他這裡面細到 他說這樣哼開過去不載他的車 是什麼車型 哪一年出產的 兩個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兩個小孩一個七歲一個三歲什麼 都記得 我說吳定謙 你是不是每天晚上寫 他說不是 是回來才整理是嗎 怎麼會有這麼多記憶 而且可以這樣 這樣 沒有 我們要謝謝Google 什麼意思啊 這也是Google來的剪貼嗎 那是別人的心得 那一段是有點自己在想像中 覺得自己在一個路上的一個感覺 所以那個其實是 但因為體驗過了 體驗過 會覺得說 很多東西可以拿來用這樣 但是有些東西 譬如說車型 那都還是回來找 因為自己很喜歡車子這種東西 後來說那時候年代應該 大部分人會開什麼車子 他們可能坐在什麼樣的車前面 我的意思是說吳定謙 我剛剛整個大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 現在很多小朋友就是說 拜 啾咪 OK 呵呵 可可這樣 他寫出這樣的東西 請問看在老爸眼裡 還是會覺得很驕傲 他有某些很細微的 他自己的感想 已經可以透過文字去表達出來 但是那種表達能力 會比我想像的好滿多的 虎腹無全子耶 我想我們舞蹈又會演 不是虎腹 哪像虎腹 又會導又會演文字 他的文字表達 還有他說故事 他說話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不是每一個導演 或每一個演員 都能夠有 同時有這麼多能力的 那爸爸有沒有也常常 就除了書之外 也會說故事給你聽嗎 其實好像還好 還好啦 我小時候 小時候那時候 小野 你知道小野 從小就要寫他 從以前就要寫他小孩子的事嘛 他每次都講他怎樣寫那個故事 他媽媽怎樣講故事給他兒子聽這樣 那有一次覺得不好意思 人家作家好像都自己講故事給小孩子聽 那我們怎麼丟一本書給他自己看 或是拿一個錄音帶給他聽 我就每天晚上就學會說 好 那我幫你講故事好了 就講十二生肖 鼠牛糊兔 自己編啦 不要老鼠有什麼故事這樣 我發現他聽根本睡著了 結果是我太太在聽 太太聽得很入名 他還講說 那你繼續講 繼續講這樣 我記得有一次講龍啦 講到龍的時候 他已經睡著了 我講說天空有一條龍 那他很好 快死掉 可是沒有人 所有人讓他不能死 因為死掉這個龍的象徵 這個沒有了 後代的看不見 所以所有人家講辦法 讓那個龍一直要活著 這個龍就 你的床邊故事怎麼說 對 只有龍那種 活著非常痛苦 你知道嗎 我大概聽他一半跟我講說 好正直喔 然後落淚太感動 對 你的其實 他的故事有點不太適合兒童 對 孩子能力太驚人 吳念珍竟然不知道 一個錄影帶有下來加快的 一個十七歲的小 年輕的小學生 他一天好像幹什麼 最後去就 他是用我的V8拍之後 用我的V... 我的V8跟 我家的錄影機 兩步在對景 哇 就是搞出一個 這樣的帶子吧 還沒睡覺還在看書 我說你幹嘛 他說我明天要演講 演講 中文演講沒問題啊 那不是我明天要用英文演講 從他讀國中開始可能 他就非常喜歡英文 旁邊故事怎麼說可以做 這龍那種 活著非常痛苦你知道嗎 我大概聽他一半跟我講說 喔 好政治喔 然後落淚太感動 對你的 哇他的故事有點不太適合兒童 對 不過其實兩老聽說 就是政群好像也被 吳定謙影響說 也會他也想去 他也去哪裡 去冰島 喔真的啊 回來了回來了 這有點奇怪 全部走中奇奇怪怪的地方 對啊 為什麼選冰島 有跟你聊過嗎 沒有沒有 沒有他這個 後天要出發的 今天才告訴我說 他已經機票什麼都好了 他後天我說去哪裡 去冰島 我都來不及說 有多一點了解 或者甚至於說 你去的動機什麼 他就已經飛走了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旅行 我真的真的是需要一點衝動 因為譬如說 你設想太多東西 或做太多完美的計畫的時候 其實到最後你反而失去了 旅遊的一些 驚喜 你可以感受 對一些驚喜 那所以爸爸知道的少 但是他有沒有告訴你 就是楊振群有沒有告訴你 他去冰島是去 有啊 他跟我說 他傳一封解決 他說我明天早上去冰島 就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蛤 蛤 蛤 然後他就沒回 後來就當冰島了 就什麼 我覺得是受他影響 受他影響 因為他本來就剛剛 第一天有講說 他這次這個66號公路的時候 本來有漁業政群 大家一起去 結果他沒有去城 他可能覺得很遺憾 那剛好他結束了 有台一個聯誼劇以後 他就想說 他要仿照這樣 他去選擇一個他想去的地方 或者是大家對這個地方 國人對這個地方都不是常去的 他就去就選了 不過有些衝動 這件事情很好玩 我有幾年是在家裡寫東西的 也沒有上班 然後我覺得 就天天跟他混 像這種冬天到 北部就下雨 那我們全家都喜歡睡午覺 不是不喜歡睡午覺 就習慣睡午覺 那很小就睡在一起 他醒來又是無天無地 他有一天會醒來講說 台灣現在哪裡有太陽 就是你知道心情一樣 我也在想 台灣到底哪有太陽 我就跟他講說 墾丁一定應該還有吧 他說 那我們要不要去墾丁看太陽 我說好 走 好棒喔 我們就去霹靂巴 當地搜一搜 跟我太太搜一搜 就上車開始走 他很可愛 他高速公路不是很多車嗎 他說 所以其實我覺得人生 像他講的旅行是需要衝動 需要一些勇氣 所以再來這個吳定謙 其實他三十歲 你會覺得他是年輕人嗎 所以他裡面引用的 不管是文學作品 或是聽的歌 他是不是聽什麼 Hotel California 我想說 他怎麼會跟我們是 同一個年代的感覺 唱得還不錯了 對啊 所以其實他也是受你影響 不是 我有一天聽 他小時候聽什麼東西 我都覺得 讓他自己聽 比如說 他以前會聽 塞一個耳機在那邊寫功課 然後有一天會這樣 張大儀要當總統 就說原來李壽全的這樣 後來有一天阿嬤在家裡 他竟然在那邊這樣說 有女人的美女 讓我動不動 我媽媽問說 他一直去聽什麼 我聽什麼 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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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慢慢看著他 有一天你換錢 他在聽Beatles的歌 我就那時候受不了 我進去說 你有沒有搞錯啊 我說你有沒有搞錯 你怎麼會聽我們年代的歌 我覺得他這個方面 到底我覺得蠻奇怪的這樣 可是我覺得我們就 每個人其實多多少少 都會受父母親的影響 父母親喜歡的東西 你一定會好奇說 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喜歡這個東西 你好像會花很多 自己花很多時間去找尋說 他們喜歡那個東西 品味那個東西 對啊 是不是 所以像譬如說 演戲或是說寫東西 或是導戲這種東西都好 你會看其實 就是這兩位導演 在工作當下都很認真 有時候是想東西 就是很臉很臭的 我什麼都沒講 但是你會很好奇 他們為什麼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那他們一定有一個理由 自己去試了之後就覺得說 他的孩子後來是走向 類似的這個工作 我想多多少少 耳朦木然 所以舞蹈對定前有這個影響 那會不會有什麼時候是 你看到他做什麼事情 或對你說什麼話 反正對你有一些影響 對我有什麼影響 不過他 他其實做 有一次做一件事 我是嚇一跳 我是第一次讚美 但是不是跟他讚美 是跟我太太講說 他嚇我 他讓我嚇一跳了 因為他高中的時候 練的是很嚴肅的學校 是一個私立的很嚴肅的高中這樣 後來他去申請CGC的時候 不知道送很多資料 那我覺得我後來他學校把那個 錄取之後就把那個寄回來 我們就把他打開看 結果他 自傳裡面當然 連提到我都沒有啦 哇 就沒提到他爹是誰這樣 但是他有個錄影 有個錄影帶我嚇壞了 他是高中的時候 他找一狗票他們同班同學 去拍 去拍東西 拍到冰江街去看飛機 還去借人家熱帶魚店去拍 就拍一個17歲的年輕的學生 他一天好像幹什麼 他最後去這個 我不知道 我發現他知道 他是用我的V8拍之後 用我的V8 跟我家的錄影機 兩部在對剪 就是搞出一個這樣的袋子來 我也是公司小朋友做事 就是有一個實習生做什麼 不是很認真的 我就跟他舉這個例子 講完他就很丟臉 我說我的兒子高中的時候 用我家那種破錄影機 跟一個V8可以把一個袋子剪出來 剪接的概念 對 你們可以在公司 用那麼好的機器 搞半天你也搞不出個東西來 就覺得你們根本是在鬼混 但我的意思是說 當我看到錄影帶的時候 我第一次覺得 他有一部分是我沒有看到的 對 因為你也沒交過他 你什麼都沒有那個 你還要弄很久耶 電子鬼帶 這個很難用耶 電腦隊很準 而且你晚上都已經睡覺 你不曉得他下面敢幹什麼 他就把它弄完了這樣 不是 我覺得人生是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說所謂的父母跟小孩 就是說現在父母有分 有的就是說我要掌控他的人生 我要告訴他一定要做什麼 才能滿足我 那有些父母可能像就說 我放你自由 但是事實上小孩就是跟在你腳邊 看你讀書的樣子 你說話的樣子 你在拿什麼機器 他都在開始 這些東西 然後呢 小孩就想說 到了某個年紀 他開始討厭父母 這個青春期 他說我不要 我才不要跟你一樣呢 但是後來你又發現 他到了六十六號公關 開始去想這一切的時候 他突然覺得 這一切沒有什麼不好 這也是我喜歡的事情 所以很妙 我覺得人生我們這樣弄來弄去 就真的搞了搞去 我們跟加拿大的鮭魚一樣 做了一生的事情 其實還是要回去做那個最終的 其實我們一定身上都很多東西來自於父母 我覺得這種好的壞的都有 我覺得這個沒有什麼好 所以我現在看到你兒子 我說不管你教不教 我覺得這還是太優秀了 真的太好了 沒有我是覺得這樣 我昨天跟朋友聊天就跟他講說 我今天跟楊導演一起上節目 我說我當然我跟鄭群比較熟 因為有一陣子都在一起演舞台劇 跟他聊天這樣 那我一次問鄭群說 鄭群 沒有他看到我跟吳令謙 兩個人講話 有時候沒大沒小 而且他 通常以消遣我為最快樂的事這樣 而且公共場合 不以疑慮這樣子 消遣我 我就問說鄭群 你爸爸對你會不會很嚴 很嚴厲 你會不會 你爸爸會不會跟 像我跟文靈謙這樣 跟你這樣 比較沒大拿小 因為他只笑而不打 笑而不打這樣子 所以我第一次的 我第一個感覺是 天啊 楊導對待兒子 可能會比較嚴厲一點點 軍事化嗎 會不會... 對 我現在是不是也 你竟然 對家宰算 白桿交集 對 是嗎 跟兒子的相處 楊導 我舉個例子啊 他在高三的時候啊 有一天我工作到半夜回去 他還在... 還在就... 還沒睡覺 還在看書 我說你幹嘛 他說我... 我明天要演講 我說你都高三的人 演講... 中文演講沒問題啊 他說不是我明天要用英文演講 我講的 我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我應該算是一個失敗的爸爸 我的孩子他居然有這個能力 用英文都演講 就比方說他的英文的底子 大概從他讀國中開始 可能他就非常喜歡英文 我居然都不知道 一直到了高三我才知道 所以說... 所以我是不是嚴厲 所以我對孩子是不是關心不夠 可能在那個時候的當下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這個... 對自己自責啦 所以我真的這個方面是做得不夠 不要...不要自責 我爸爸跟我郭曉老師 是在台桌上認識的 你女兒在泡舞 你也姓陶啊 如果我交給你寫生生 台姓陶金 我女兒啊 真的啊 那他在班上乖不乖啊 還問我老師 我老師說 那你聽說兩個人互動 還會講到那些那個... 三字經之類的 沒有啊 那是標點符號 沒那麼嚴肅 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那麼嚴重是不是 沒有啦 我只是覺得 我跟他講話 跟我的朋友講話 沒什麼兩樣啦 自從小就開始這樣子了 對 我覺得... 我覺得從小... 那時候覺得我想跟他當朋友 我想跟他當朋友 我以前講過一個東西 我以前跟我太太講說 如果有一天 他初戀失敗 會抱著我們哭 代表我們成功了 為什麼 因為他把我們當朋友 有嗎 有 所以我那時候非常開心 這個很難耶 一邊哭 你一邊笑 抱著他哭 讓他哭 也悲哀的 因為我不能跟他講什麼 因為我說愛情這件事情 我抱完沒辦法教你什麼 但是這個過程 然後他一直哭 可是我心裡面偷笑 OK 我成功了這樣子 對 這是父母另外一種成就感 這好難喔 他幾歲的時候 對啊 14歲還是15歲 他那麼年輕啊 有啦 這樣 然後呢 他除了哭又跟你講說什麼 忘記了 好像國三還是高一 忘記了 男孩子會願意跟爸爸哭 這件事情 所以媽媽第二天知道 就會有點吃醋 說 他怎麼沒有抱著我哭 說我總不能叫你兒子 在車上抱著你哭一次 這個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 我會覺得會 父子比較有距離 對 我沒有辦法放開來那個 還是都是你讓別人哭 自己沒有哭 這個就 對 要怎麼了解 要做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 在吳定謙的書裡面 他也帶我們 就是除了他自己的尋找 跟所謂可能反省沉澱思考之外 也有一些這個滿精采的畫面 我們看一下 吳定謙的恐怖旅程 果成實在嚇死人 這先讓我們看死獅嗎 對 因為其實是 小婉雄的獅體是嗎 這個是德州一個叫做 凱迪拉特蒙法的一個 它算是一個裝置藝術這樣 所有的遊客到那邊 他們都會去用自己帶一些捧器 去在上面拍照 但你就算只有大概在五分鐘 裡面會嚇死 因為另外一天就把你看到 這個是彈筒嗎 對 就是那些那個 在吳定謙的書裡面 他也帶我們 就是除了他自己的尋找 跟所謂可能反省沉澱思考之外 也有一些這個 滿精采的這些畫面 我們看一下 他今天有帶來這個 包括像是 自己拍的照 這個是 要先讓我們看死獅嗎 對 因為其實是 小婉雄的獅體是嗎 還有陸的獅體 其實這邊也 我這邊也有準備 就是說這些東西就是 美國公路上的特產 因為其實不大會 台灣不大會看到 這種動物屍體 對 那因為他們這種 腕熊 他們算是夜行性動物 所以他們晚上 就是在路上 然後他們看到車子的反應 好像不是躲 他們會跳起來 但是還是會撞 所以就譬如說 你在路上就看到很多的 很血淋淋的 對 很多這種動物屍體 這樣子 就倒在路邊這樣子 吳導 你兒子真的很特別 比如說他的文字會形容說 他到哪裡去吃了超好吃的 什麼牛肋排 愛真是人間美 為什麼 你知道我們一般這種 紅塵俗飾的人會說 照片呢 照片呢 沒有 然後他就給我們看 腕熊 錄得濕體 沒有推薦什麼的 對 然後他 那這是什麼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啊 這個是得出一個叫做 凱迪拉克農場的一個 它算是一個裝置藝術這樣子 然後他就在一個荒地 荒田裡面 就食量那個凱迪拉克 他就這樣把它埋在土裡面 然後所有的遊客呢 到那邊他們都會去用 自己帶一些噴漆就在上面拍照 不管是流念啊 就塗鴉什麼都好 都可以這樣子 然後很多人在那邊拍照 就成為一個另類的景點這樣 那好像 可是他有一個PS 就是我覺得那個比較好 就是說你的創作大概在 五分鐘裡面會消失 因為另外P也就把你看上去 然後就看上去 而且最好笑的是 我走出來那個鐵門外面 他也寫說 是德州州產 禁止任意塗鴉 塗鴉 美國真的也很奇怪 很妙耶 這也是在路上 對 就是那些那個路標上面 你就會看到那是彈孔 就覺得他們 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 台灣很多地方 中部有些地方上面 也是都彈孔 對不起 但他那個路標是什麼意思啊 他這個路標很有趣 有刀片嗎 對 他這個路標就是說 這邊這個交界 走過的是石頭路 然後這邊是柏油路 哦 石頭路的交界區 可是我覺得 莫名其妙說 我那個石頭路都開完了 前面柏油路 你幹嘛告訴我 他就立在那個柏油路 跟砂石路的交界 說這邊是柏油路 應該是前方五公里 是開始砂石路 這差別有意思 對不對 他這邊就說 你砂石路開完了 這邊是柏油路 上面又充滿了彈孔 對 然後在那種空曠的地方 你會覺得很恐怖 因為一片空曠 然後看那個彈孔 你一直回頭看 是不是有人躲在後面 好像走到柏油路 後有人開槍的感覺 就是會想說 後面會不會有人 那途中有沒有發生什麼意外之類的 其實這次最大的意外是 自己愛玩 然後就把錢包搞丟了 因為我穿那種工作褲嘛 就有口袋那種 那想說 因為沒有什麼人 人煙稀少 所以我的那個錢包 就塞在那個口袋裡面 也不會有人爬 然後但是自己就是在 譬如說就是 拍這個照片的時候 就好像自己假裝在那個草堆上面 好像就是跌倒這樣子 結果我的錢包 應該就掉在某個草原上 掉了多少錢 掉了錢不多 但掉了信用卡 因為我之前把錢 大部分都存到一個帳戶裡面 去那邊然後開一個帳戶 因為美國用信用卡非常方便 然後後來就只好 趕快再去找另外一家銀行這樣 對 但是我們知道那種信用卡 它上面不是都要印自己的名字 所以我開戶的時候 他給我一張臨時卡 上面是沒有名字的 然後我就說 我的臨時卡掉怎麼辦 然後那櫃仔小姐就說 我們沒有辦法給你一張 臨時的臨時卡 我說 那我要用錢怎麼辦 他說 我們沒有辦法給你臨時的臨時卡 再講一次 我說那我要用錢 他說但你有帶護照嗎 我說有 我可以把它領出來 可是這不是我要的 我還是需要一張卡 結果我就說 變成是 我還威脅他們就說 如果你們美國銀行 他們不會讓我領出來的話 我就把這些錢存去chase 就另外 就像 就像是說 我從中信領出來 我要存去富邦 死對頭那種感覺 對 他們就說那沒有辦法 後來我就急了 我就自己想說 一個人可不可以有兩個戶頭 他說可以啊 我說我在這邊開個戶頭的話 我是不是有張新的卡 對啊 那我那張新的卡的話 我是不是就可以用裡面的錢 你可以啊 那你可以幫我開戶頭嗎 當然可以啊 不同文化的那個想法 他們態度非常好 但是他們從頭到尾 沒有辦法再解決 對 沒有辦法再解決那個問題 是 導演你不覺得人性喔 是這樣子的 你不管國家多大 多小 人都排他 人都會容易歧視別人 人都很容易就是 逐到牆 然後 你是我這個團體的嗎 那你一進來 我一定要先給你來看 可是台灣人不會歧視美國人 對 那時候在 走這趟 其實遇到蠻多 真的是美國人這樣 我覺得其實我們 這個國家對我們 這一代真的影響蠻多 像出發前問很多朋友說 我還走這條公路 他們都會第一個反應就是 很多都是公路店 你是要住那個恐怖旅社 唉唷 這 好像我回來就剩就少一個 那種感覺 對啊 有還要少一個嗎 我的想像你還是這樣 不知道 還是才真的少一個 沒有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除了大城市之外 就譬如說像洛杉磯啊 或是芝加哥之外的地方 那些人都非常非常友善 因為譬如說我後來有一個 我是表姐一個住在紐約 我最後是到紐約去 他出發前一直跟我說 你要拿攝影機拍美國人的話 你要先問喔 因為美國人很注重那種 隱私那種東西 他們可能你自己 拿個東西去問他們 他們可能會生氣 或是把你打開 或是怎麼樣的 結果 在大城市的確 大家看到你都比較戒備一點點 但是到鄉下地方的時候 他們看到你那個 拿攝影機又是黑頭髮 很擺明就是旅客的時候 他們就衝過來說 欸 你們是在拍電影 要拍我 對 他們就很 秀一下 對 他們很喜歡 台灣也這樣 對 台灣也這樣 對 台灣 你台北你只要這樣 攝影機推過去 幹什麼 幹什麼 台北人嘛 對不對 你說鄉下人 鄉下人你拍過去就這樣 你去拍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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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換補妝 所以其實我覺得三位 其實他們對於 比如說他小時候高中作業 也是開始有對影像的一些好奇 或興趣 好 問題要來了 在台灣作戲 要開砲了嗎 不用開砲了 就是談談在台灣作戲 我們先和梁導開始談好了 梁導 您其實那時候 你看在國片 全盛期 票房巨星 那時候的待遇跟環境 然後再加上你現在 自己要去做幕後 要從事這麼多的行政管理也好 或者是說拍片資源的 跟以前的電影的規格來說 可能也不一樣 其實你是用什麼樣的心情在做 現在在做戲的心情 要用成語的話 就隨遇而安 哇塞 這是什麼都不能做的意思 有一種很壓抑 很忍耐的感覺 因為喜歡做這個工作 當然不管各方面 這個日新月異 包括人心也日新月異 都改變 這幾年 我不管對鄭群 對賀群 可能對演員 我都會有稍微會比較 不能說放縱 會讓他們有人愛 空間發揮 所以這個表演方式 是不是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可能也是來自於我們那個時候在做演員的時候 那個時候 被要求 我常常會講說 我以前做演員的時候導演最大 我現在做導演的時候演員最大 那時候不是不好 是因為真的是環境不一樣 我們那時候真的是在拍戲的現場是鴨雀無聲的 因為導演幾乎都是不苟言笑 是 那養成了以後我們在 工作的倫理 對對對 這個一定有什麼要有規矩啊什麼 這個就一直一直衝刺在 在我們腦子裡面 我們成長的經驗 都是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養成 所以到了我們自己做導演的時候 很自然就會把以前的那個經驗來 對來要求我的工作人員 要求我的演員 我自己有所改變的 所以你看他的軟體有更新喔 對 因為現在是差很多 現在的演員不是那個 現在是譬如說你這導演在講機說 等一下你要怎麼走位 他是拿iPhone這樣 好 好 然後就過去 這在以前拿 我在旁邊看我都想說 不應該這樣吧 可是那個導演還是會很和氣 就說好啦 你就這樣 然後他就開心就好 其實我們講到工作的尊嚴這件事情 包括很多範圍 我剛好前面幾個月去了一趟北京 然後有一天早上我就打開他們的報紙 那他有一篇社論就是 他們中國導演協會發出來的聲音 我知道就有一個導演 一個導演是潛規則的什麼 對 他受不了了 他就說我們完全沒有尊嚴可言 你的這個女主角可能是個美老闆 哪一個什麼紡織的老闆 他就訂了 然後我還得給他怎麼演 哪些他又不演 就說我一點導演的尊嚴都沒有了 那可能這個問題不只比如說中國 可能台灣 各地都會有 就是有可能他是一個很有錢的出資者 有可能他是一個很大的平台 然後他不斷影響你的創作 甚至這就是我之前 我有寫一封說給老闆的一封信 就是說你只是有錢不代表你專業 你只是出錢不代表你懂戲 為什麼這些出錢的人 都不肯尊重專業 然後讓這些專業工作者 尤其是我覺得兩位導演 都已經這麼資深了 他們一定也碰過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怎麼辦 這是不是也是 演員感情戲太誇張 吳念珍發飆啦 站在戲劇戲的立場 比較舞台界的演員 他拿到基本一片 他非常進入他的角色 他問這個層次是什麼 拍戲也是一種修行的舞蹈 沒有 對我來講 我覺得有些事情 你知道那個環境是這樣 你也沒辦法改變它 我就不接觸 因為我知道我去 我大概不適合 比如說我聽說連戲劇 它是每天 每秒鐘就改 這個對我沒辦法做 如果我是一個導演或是一個編劇 我沒那麼天才 我一個故事這樣順下去 我到此刻明天因為這個東西 這個收視力很高 是因為罵髒話說 明天拼命叫這個人來罵髒話 或是這個女人 因為穿得滿性感的時候 我就繼續讓她很性感 我必須要加一條線 那另外一條線 可能會停住了 就不要了 對我來講 這不是創作 這真的不是創作 這簡直是隨便要老闆的要求 我擺出任何姿勢來迎合他 那這件事情我做不來 我不要 這算不算客製化戲劇 不是 但是現在真的很多戲劇是這樣子 那連戲劇現在已經這樣 可是現在好像某些單元劇 比如說一個禮拜播一次的單元劇 它也是到變成這樣 就是說因為上個禮拜 怎樣怎樣 收視率多少 說這個禮拜必須要改這樣 那我覺得如果這樣下去的話 台灣的戲劇不會進步的 因為也許我們講 老闆聽起來就像屁話 就是說因為你講的 不 任何戲劇 應該是個嚴格的架構裡面 去把一個故事講清楚 你應該二十幾講清楚 就是二十幾 不可能說二十幾 因為觀眾覺得很好 再加三幾 那這麼一定 某些人說是泡水的 當然也許有時候 跑出意外來或怎樣 你後來是演到一半說 不好 趕快收 那個Ending 我跟你講保證難看 因為它本身 就有一個嚴謹的架構 創作就是這樣 如果是要講專類的話 就是這樣嘛 還有表演 表演他 比如說是練戲劇戲的 他如果去演電視 用戲劇戲的那樣的一個方法 去進入角色 我跟你講沒有人 大家會笑你 因為站在戲劇戲的立場 比如說舞台劇演員 他拿到劇本 一定要很想進入那個角色 他問這個層次是什麼 在什麼狀況是這樣 因為他情感 要全部放進去 在舞台裡面 那一上他全部呈現 那電視也許不用 反正可以NG嘛 哭也可以哭假的 什麼都可以假的時候 隨時可以改 好了 你現在碰到 老實講一些新的演員 他們的表演是 學電視表演 所以有時候拍廣 不要說拍戲 拍廣告 你就趕快撞不住 就是他來 你只要讓他 澎澎澎澎 沒問題 如果有一點情感 我跟你講 保證是電視的模式 就是你的電視 有一種固定模式 講話也是 我每次跟他講說 你像一點 像平常講話的方式 給我聽聽看 導演我跟你講 這樣就對了 預備 這是教化之下 就是所有全國都已經被教化成這樣 好了 你演的人也這樣子 看的人也會變成這樣子 對 好 到最後怎麼辦 所以我的意思是 現在每次在講說 韓劇 人家韓劇多好 人家日劇多好 人家什麼東西 不是人家 你要去看看 那樣的環境 跟我們環境有什麼不一樣 對不對 我不相信大腸筋 大家在講 以前常常講大腸筋 這個東西是 因為收視率隨時在趕來趕去的 我跟你講 保證不會 東京戀愛故事 我好老喔 沒有像這樣 我沒聽過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我不知道 像這樣的東西 他絕對不可能是 隨時跟著電視劇來調整的 北國之村什麼 都不可能的 而且剛剛講說 以前導演最大 現在演員最大 對 有些演員只要一紅 那個經濟公司的嘴臉 簡直是令人厭惡 但是我跟你講 我不是說我編劇 日本連續劇 決定一切的是編劇 因為他在掌控所有的可能性 他甚至可以建議演員 因為那是決定一切的 最先我要寫什麼題材 我怎麼樣講這個故事 都是這樣子 其實不是 現在很多電視台是監製 優部經理 在決定劇本 那我覺得 因為這樣你跟我們談戲劇內容 又把這個直接丟給導演 丟給編劇 沒道理 業務部應該出來承擔 你們總監應該出來承擔才對 是 可是我講這句話 跟我一點關係就沒有 有關係 我現在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這個叫克少基球 對不對 所以請問一下 吳定謙 如果你將來要走這條路了 對不對 他感覺被你爸已經講成 是一條66號公路囉 你在台灣的開始 對 旁邊會看到很多屍體啊 滅陣啊 荒涼啊 然後你要怎麼樣去 你知道 要妥協哪些部分嗎 要堅持哪些部分嗎 這也是你 你要面對的 可是我覺得 就是 還是回到剛剛講的那個東西 就是不管在做創作這條路 或是面對現在現有的環境 是怎麼樣 我們看到的 我現在看到的 依然兩位導演 都還是在各自的崗位上 不斷的拚命 不斷的打拚 梁道還是繼續在拍電影 他還是很堅持說 他一定要先拍完 因為能保有那樣子故事性之後 他才能把它弄到電視台上面 大家看到才是一個所謂 他想像要呈現給觀眾 最好的一個樣貌這樣子 那他講太多了 不要給他講了 沒有 我不會 我早上講說 有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弄舞台劇 我說舞台劇是跟 是在滿足自己的 因為不管是弄電影 弄廣告 弄什麼都好 旁邊都有人在干涉 不是出資者的干涉 客戶他要求什麼東西 那好 為了這個 這是你的工作 你必須要去完成 但舞台劇不一樣 舞台劇是 我想怎樣 我就這樣弄 我弄完之後 就這樣直接跟觀眾溝通 那你喜歡的你就會買票 不喜歡的你就不會來看 我覺得那是多愉快的一件事 你舞台劇可以說 你應該可以掌控到95%以上 至少有5%也有凸竊過 我不是說你不能掌控 是有的演員突然發佛 對啦 當然會啊 可是重點是 你還是會感覺要 他在後台會怎樣 會這樣嗎 沒有 這三字經直接飆了 你講的那個人 必須用三字經才罵他 他真的懂 講好一個人只是客串 兩句台詞就要下去 結果那個人就突然開始發揮 然後拿口琴出來吹 然後開始唱歌 然後說台灣的音樂教育 沒有救 然後這樣一堆科醫症 導演一上去什麼 那也只有一次 那也只有一次 拉下來 拉下來 在上面他弄了半個小時吧 十幾分鐘 十幾二十分鐘 是 對至少 但就像你講 不過那時候導演不是我啦 沒關係的 沒有 是我是我是你 是你 你感覺他們還是覺得 做這一行是非常開心的事情 你還是會覺得說一定還是有什麼秘密 對啊 一定是好玩的 就是不管是做戲或是你倒戲 我覺得都一定是有一些什麼東西 做倒戲或是創作本身都是有趣的 就是你這些過程 在一個比較不見錢的環境之下 你會受到阻礙 可是你永遠還是會相信 你可以做一個東西 或是如果有一天 你有一個credit收出來的時候 你這種阻礙會少出 就是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選擇嘛 如果你沒辦法選擇 那你有辦法選擇說 不要去失去這種 我會捍衛我的尊嚴 我不接觸 那當然可以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說 你也許可以真的去賺一筆錢之後 就跟柯一正講了 他人生最大的信念就是 除去更多的錢之後 不是去拍電影 去拍一齣電視劇 然後只賣播出錢 他這個可以用這樣的方法 才可以告訴人家說 電視劇其實可以這樣拍啦 就這樣子 但因為不然你坐下來跟人家講 人家不會理你啦 因為電視台可能就跟你講說 你演員要用水 這個不行啦 這個沒有人看啦 這個演員才好啦 你已經開始 一開始 你已經被界定了嘛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在這邊看到 就是說這個 還是受到爸爸的影響 不管在這個任何方面 包括對於可能最終這個人生目標的追求 不會怕嗎 吳定謙 你覺得還是一定有好玩的地方 這兩位前輩才會 我覺得怕永遠會怕 我覺得面對什麼事情 只要面對是未知的事情 你永遠都會害怕 但是你如果一直去想說 有可能會怕什麼 就像旅行一樣 有可能會出現什麼 你想不完的 而且你遇到永遠不會是 在你意料中會出現的事情 所以你真的如果想去走 我想去走就去吧 我覺得 要不然 他一定會有他好玩的地方存在 比如說站在一個爸爸的立場 你說沒有替他擔憂 或是什麼 替他覺得驕傲 不是 我覺得擔憂會比驕傲多 就是說他學的是這個東西 而且知道 你已經很清楚這個環境是什麼 這樣的個性 你能丟到這個環境去 會是什麼東西 但是我是盡量讓他知道說 所謂的現實環境是什麼 這才是真實 你不要用那種看到的 那種理想的東西去套 這個世界應該怎樣 我是說最厲害的人是 有沒有辦法在這樣一個 不是那麼健全的環境裡面 去適應他 然後去想辦法去做一點點 一點點改變 就像年輕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進中影上班 他們講說 你國民黨黨的電影機構 你能做出什麼東西來這樣 那可是一群人 當一群人都在裡面的時候 有一天一個機會到 當然碰到一個很好老闆的時候 你起碼可以做出一點點東西來 你說現在很多人去講 台灣的某些電影 你都會回去看 一九八幾年代的時候 那樣的中影 那你現在看會覺得 真的講滿奇蹟的 在解言之前 他已經出現很多台語片了 講台語的電影 那我覺得那個 那話語講話就是說 你會希望他去理解 這個環境是怎樣 是 這樣他才有足夠的勇氣 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去面對 所以我其實還是覺得 相當程度我們在做這一行 有時候會氣餒 也會跟前輩討教 那也可能偶爾也跟舞蹈一樣 那不要幹 不幹最大嘛 怎麼樣 那不要做啦 那可是我覺得我們的血液裡面 都是非常有熱血的人 你知道嗎 不可能停止 嘴巴邊罵邊做 對對對 其實會罵才會做 對 然後其實我就想到 上次訪問小爺老師 那他講當年在中影的時候 其實他很早就一直 就是希望李安能夠去拍一部 他要拍一部 我那時候每千都拿到 要派我去跟他談 對 談一個劇本 然後呢 他說就是後面 他因為一些轉折 那時候沒有當下拍成 但是過了好多年後 拍成了 李安得獎了 小爺老師說 他在店裡面吃一碗麵 的時候 李安在電視上說 也要謝謝當年的小爺 他覺得他自己那個霧氣 不知道是感動 要流淚了 還是那碗麵湯的珍惜 所以我覺得其實 就像吳定謙剛剛講的 我覺得 小爺伯伯沒變 老師那麼刪淺 先先做 我覺得其實這些人都